今天我現在進行拆量行動 網路上綠營的這些網友 其實對謝國良非常各種的譏諷 但是居然出現一個非常特殊的狀況 居然倒過來 Trade上面幾乎都在幫謝國良 罵他騷擾他的這一位 台灣國的理事長陳俊涵 為什麼呢 因為謝國良去開直播 要跟民眾互動 但他就突然衝過去 而且謝國良對他是相待以理 但他反過來的居然是 當眾用直播的方式 這樣對待他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謝國良他非常穩定 而且他非常的沉著的應對 他也是笑咪咪的 所以網路上 脆上面本來很多人都罵謝國良的 但是居然風向倒過來說 老實說 真的不用到這種程度 安眉水準 超眉品 誰會支持這種人 一點中東都沒有 他的笑容其實沒有消失 謝國良還算是有風度 脆 大家知道綠的人很多 脆上面居然難得是稱讚謝國良的 還有包括這個有阿伯出現 這個要跟謝國良握手 說被謝國良給忽視 因為謝國良跑去接民眾的早餐 還跟發言人講說 希望你們到另外一個地方去直播 所以互動的狀況其實滿多的 很多人看到這一幕 其實想到了2018年在瑞芳 蘇貞昌去參加一個地方行程的時候 有自救會的成員 陳志強上前要跟他 遞交一些相關文件 沒有想到蘇貞昌看他瞬間暴走 一直拍他 好 你好 今天是幹什麼你知道嗎 謝謝你 一方面把他的文件收起來 一方面又拍他 拍他的肩膀 拍他的肚子 然後非常非常大聲 攝影機離那麼遠 那個聲音都還收得非常清楚 就會有人想到這兩段請教兵哥 我覺得這個陳俊涵是有名的 喜歡亂搞 喜歡惡搞 他以前也去搞過柯文哲 也去搞過很多人 那也不只是他 他們台灣國這一派都是這個樣子 每一個都是這樣 到處就會製造這種莫名其妙的事情 所以實際上即使是綠營的 也很多人滿討厭他們的 因為覺得他們做法太過頭了 我看他有些台還對他 直接不講他是台灣國 直接說他是陳先生 是 因為講台灣國 我會覺得很丟臉 所以我就覺得 這些人就是自己 把自己做LOWER 我覺得沒有必要幹什麼事 你當然可以有不同的意見 但不同意見你就好好表達 不要 不需要去做這樣 做這樣對你有什麼好處 你覺得這樣是給謝國良浪費嗎 我覺得謝國良 反而看起來表現很好的感覺 覺得他始終維持著笑容 即使他知道你跟他不同意見 也沒有怎麼樣 所以你現在是在幫 還是你是臥底 你是來幫謝國良吹票 因為一般的手掌 如果聽到說我對你那麼科技 趕快搂在身邊搭著你的肩 結果你就說你是反對我的 你是要承我的 我可能立刻把你推開 但他沒有 他還笑咪咪的 我覺得當然你說 立刻推開可能大部分人也不會 但至少臉上表情會有點變 蘇貞昌就會 對啊 蘇貞昌又不是正常人 蘇貞昌向來是手來腳來的 他一直都這樣 而且蘇貞昌那個動作就是 他根本不想聽你講話 他就是要把你打發走 他就是暴走人 對 然後甚至就是直接 你以為他是在拍肚子 我覺得他根本在打人 但是我也必須說 謝國良他在面對這一波 罷免的行動當中 有的時候當然這可能是他個性 但也不需要過度的客氣 我說真的 對一般民眾當然好來好去 這是應該的 你是建議他怎麼對待台灣國的 不是 我不是說對待台灣國這個 而是說比如說有的時候 綠營這些人 他故意跑來洗臉 或是說叫你離開 不要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覺得你自己的權益 你還是要站穩 站穩你自己的立場 因為你想想看 如果人家隨便說 你說好我們從善如流 我們就離開了 比如說 這裡是我家的地盤 或是這附近是我 我們家族開的店 你不能在這個地方 你這叫親朋大戶 什麼鬼 你在講什麼 對不對 我高興在這就在這 如果市長本身都不能夠 堅持自己的立場的話 那民眾的立場 你怎麼去維護 除非那個議長外面 畫了一個禁制區 禁制區你也不可以隨便畫 對啊 我的意思就是 都變成好像是一個 威權官僚的一個狀況 倒是有一件事情 我們詫異的 剛剛講到的是基隆 現在看到台北 台北居然有一個消息 告訴大家 說他們去年是 這個六都的招商王 而且是還債完 還了很多這個債務 包括他們台北市的秘書長 告訴大家他們的這個募金 從民間招商的金額 270億元 全國地方政府之冠 還有包括這個財政局長 他們出來講說 他們還債了92億元 是六都第一 過去好一段時間 我們常常覺得這些稱呼 要嘛台中 要嘛高雄 好像很少回到台北 還是有 聲音只是說 也許媒體沒有報導到 還有另外一個 這個蔣萬安今天告訴大家 但這個看起來好像有安排好 因為他有講到說 這個大巨蛋希望可以國慶 這個演出的那一天 可以使用到 那現在不管是誰發起的 總之他希望當天 他敲碗說他是非常喜歡 二姐江蕙的 他是超級大粉絲 他非常有熱情 他希望可以邀請到江蕙 來演出 但本來大家想說怎麼可能 他瘋麥退休了這麼久 怎麼可能 江蕙的經紀人陳子宏 在臉書居然寫了一段 他說蔣萬安你的台愛 我們已經把訊息轉達給 二姐江蕙了 二姐他也很感謝 他也很想念大家 要不然你這個超級粉絲 要不要跟二姐親自談一談 我可以幫你們約 蔣萬安立刻回說 好 當然好 如果可以切線的話 非常的感謝你 我覺得如果八字一撇都沒有的話 一個影子都沒有的話 應該是不用演到這一招 是不是真的有這個機會 另外一個還要看到 前台北市長柯文哲他到高雄去 本來他們是週末的時候有黨慶 去一天就好了 但他提前去 去了兩天 總共加起來三天 那第一天 昨天的時候 他到高雄桃園的藤枝部落 去看災情之後的狀況 當地的民眾說 連陳其邁都沒有來 幾乎都沒有看到他來 他沒有想到柯文哲居然來了 還有包括今天下午的時候 他還跑到鳳山 跟當地的民眾參拜之外 他還跟民眾有互動 那之後就會辦他們的黨慶 所以大家想說之前他講說 他可能要選台南或高雄 好像不是開玩笑 好像是認真的 柯文哲真的要去選高雄市長嗎 請教原資 講萬安他 為什麼他可以還債 其實是跟招商很多案子有關 因為他大型開發案標出去了 然後甚至有些地上權 也招租出去了 當然事庫就會有收入 有收入當然就可以拿去還債 而且他的還債是實打實的還債 以前柯文哲也號稱說是還債王 可是柯文哲其實是挪東牆補新牆 比如說有一個教育基金 他就把教育部的錢掃編一點 然後用原本的教育基金 然後去支援那個教育支出 然後教育局掃編的預算 他再拿去還債 其實就是挪來挪去 但講萬安沒有 講萬安教育基金他還是照樣編 然後用在該用的地方 然後是用賺到的多的財源 然後去補 所以這個就比較務實 我覺得慢慢講萬安 會有很多政績被人發現 就像好比說大巨蛋 大巨蛋為什麼現在會 江蕙也會願意來共襄盛舉 因為他會知道說 你是真心想要把這個大巨蛋 這個經濟把它搞好 那我也願意來參加 你看韓國瑜也願意 所以要把國慶晚會 在大巨蛋來舉辦 江蕙不管如何 他連那個插個花什麼的 都很少看到 他有可能會在國慶那天付出 為了講萬安 我覺得不知道是不是在國慶那一天 但是最起碼就是 搞不好以後可以在大巨蛋開演唱會 他願意 我認為這個就是說 你一個市長給人家那種穩定的感覺 人家為什麼企業敢來這邊 你招商他就來 你不會變來變去 之前柯文哲就有點變來變去 所以你穩定 我就願意跟你合作公司協力 這個是講萬安的優勢 就是穩定 柯文哲的部分的話 柯文哲因為他現在說真的 因為他沒有公務的身分 其實他去哪裡看什麼看什麼 也都是建議線性質 像他跑去高雄那個山區 他就給了建議 他就說這邊坡 一定要做擋土牆 不然什麼會滑坡 會攤方 其實就講一講而已 就講一講而已 可是如果真的像他們當地的 這些代表主席講的說 市長都沒來 反而柯文哲來 那感覺又不一樣 是不一樣 當然他去當然也是有一點點 跟陳其邁做個凸顯 就是說人家不是高雄市長 都來關心 那你高雄市長為什麼沒來 我覺得柯文哲 他現在策略就是 陳其邁應該會知道 他 柯文哲要來吧 暖室 暖室他沒有在在乎這些 反正網路上有很多人 講他好話 所以他有一些 對 幫他洗 所以他這個有時候 他也不見得每一件事情 都要做到 反而是柯文哲我覺得 他除了到處看看 做一些建議之外 接下來他到底怎麼樣 讓他的能量可以蓄積 我反而覺得說 他在霸梁 因為剛剛賓哥 賓哥剛剛講到霸梁 霸梁我覺得他應該要跟 謝國良一起合作 或國民黨一起合作 去反對這件事情 就是去累積他的能量 柯文哲 對 柯文哲 因為柯文哲他也講了 他也認為說 沒事這樣霸來霸去 實在是很沒道理 然後他也講說 如果你們硬要 民進黨你硬要這樣霸的話 我們也可以來罷免吳思瑤 也可以來罷免吳佩毅 那我覺得現在 但他也要謝國良 希望柯文哲去幫他 我覺得謝國良 應該是會希望 你確定 我覺得會希望 但還有一件事情 那韓國瑜如果要幫人家 我覺得藍影的人 應該都會很開心的 白影的人應該很開心 那阿扁突然講一件事情 說2026年下一次的選舉 如果韓國瑜到了高雄 跟台南去服選的話 這個對綠穎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是一個警訊 然後郭正亮還平息 陳水扁的這些論調 他說阿扁果然是真的很會選舉 懂選舉的人 他說最大的變數 就是韓國瑜的造勢 比如說像台南的話 謝龍介輸的並不多 那如果加上民進黨 如果是派了一個比較弱的 林俊憲來想的話 那這樣子韓國瑜在幫他 推波助來一下 謝龍介搞不好就真的是會贏過去 然後謝龍介打林俊憲當然就更加的好打了 然後這是2018年 陳其邁造勢的一個現場 郭正亮亮哥還講說高雄也是 民進黨的候選人再怎麼樣 都沒有像現在陳其邁有這樣的號召力 那有包括誰 包括我們看到許智傑 現在做出一個最新的看板 高雄市出現了看板 然後就陳其邁跟他合照 這個合照一定有陳其邁的同意 然後陳其邁照照片講 他們說這個許智傑是我的同學 然後許智傑喊出要拚AI首都 另外一個也想要選的 有可能要選的 而且阿伯很看好他的 立委邱憶營 他說看板還滿可愛的 當然阿伯也看好黃傑 還滿多人的 還包括賴瑞隆 這些人是不是真的 沒有像陳其邁那麼厲害 韓國瑜去的話 對高雄的 這柯正恩幫助就會很大 請教兵哥 其實我必須講 就是我跟阿伯的看板 其實不太一樣 因為韓國瑜這次難道沒有去助選嗎 他一樣有去 不管是柯正那一場 或是謝龍介 他都有去幫忙助選 他當然有一定的號召力 這是無庸置疑的 但是你說 他有沒有辦法去拓展更多的票員 我是存疑的 更何況 韓國瑜個人當然是很有魅力 但是不要忘記他是來助選的 不要到時候把 把真正主角的風頭都搶走 不是更怪 所以對他來講 他也是會拿捏那個分寸 他也不會做過頭 所以我認為韓國瑜 當然會去幫他們助選 這是絕對沒問題 但是不是真的能夠發揮到 關鍵的影響力 我倒不這樣看 我反而覺得 不管在台南還是高雄 就是民進黨內部會不會出現分裂 恐怕才是最關鍵的地方 還不是說藍營這邊 那藍營這邊當然 如果能夠找到柯文哲來加持 因為在台南高雄這個地方 如果民眾黨沒有合適的人選 那民眾黨能夠願意跟藍軍結合的話 這個對藍軍也是有助力的 所以抱歉我的看法不太一樣 我不認為韓國瑜是台南高雄選戰的關鍵 當然他是一個不可或缺的要素是沒有錯 那至於說到底台南 不是那個高雄到底民進黨誰來選 我必須講每一個都很強 但是都沒什麼把握 因為邱憶營其實你不要看他這樣 雖然許智傑說他說我同學 可是邱憶營其實跟陳其邁私交非常好 你知道 那當然很多人之前講說黃捷 因為黃捷看起來像他子弟兵 賣戲的成員 可是問題是 他這次颱風摔了一跤 其實不用摔這一跤 我也不認為黃捷會有機會 他本來就覺得還好 不是因為很簡單 他才剛當立委 而且他才剛加入民進黨沒多久 然後你一下子越過所有的前輩 然後直接去選高雄 前輩都氣炸 對 那你覺得這些前輩 你這樣看 如果沒有這些前輩在地方上幫他跑 但賓哥 亮哥的還有包括 他的解析的意思說 台南跟高雄 現在可能會出來的這些人 都不是很強 所以也許韓國瑜本來 他的影響力沒有那麼大 但是因為對方推出來的不夠強 韓國瑜的影響力 就變得比較關鍵了 這有可能嗎 我覺得就是 韓國瑜去加持當然可以穩固住藍軍 本來的選票 但是你說要能夠衝破藍軍的範圍之外 我個人認為沒有那麼容易 反而是當然 如果綠軍推出來的人選沒那麼強 甚至他們內部造成分裂 反而就是他們自己的選票會下降 那就造成藍軍會變成有機會 我覺得應該是從這個方向去看 請按個小鈴鐺 檢查一下 因為聽說有些人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 拜託